古代边关大将,手握雄兵,为何不造反自立,而是忠心守边,他为什么不自己当皇帝呢? 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,人人都有私心,当自己手上的权力越来越大时,私心也会越来越大。 但是古代的大将军们,他们不造反的,其实也有原因的。 第一点,就是所有的边关大将,基本都是只身妇人。 自己的老婆孩子,还有父母亲族,全部都留在京城,留在皇帝手上。 当时王俭争处,从秦始皇手上要了六十万军队,几乎把秦国掏空,他若是造反,即便是秦始皇,只怕也拦不住他。 但他为了表明忠心,找秦始皇要田地要封赏,表现得胸无大志,就是为了安秦始皇的心。 但即便是这样,王俭全族老幼,他的老婆儿子,孙子孙女,乃至于全族都留在咸阳,当作人质。 他若是造反,最后能不能成功令说,他的亲族肯定要先被杀干净。 第二点,就是所有在外统帅大军的人身边,都有皇帝安插的心腹。 所谓的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,不过是说的好听罢了。 或者只是在军事指挥上,不听皇帝的遥控指挥。 很多边关大将身边,都会有皇帝安排的亲信监军。 名义上来说,这位监军不会对将军的指挥有任何的影响, 但是监军却时刻监控军队的人心向背,尤其是高级军官的内心想法。 一旦是发现有人心怀不满,他们就要先下守围墙,把人除掉。 唐朝的时候,边防大将高先知,在安息都护府立下赫赫战功, 身边也有监军监视他的一举一动。 后来他率领安息精锐回到中原,帮助镇压安禄山的叛乱, 结果还被监军给杀了。 即便是当时他的麾下的军队一起高呼冤枉,但依旧无用。 更别说,很多边关大将的身边, 他们自己的亲信就很可能是皇帝派到他身边的卧底。 若是这些边关大将忠心做事,自然和他是好兄弟, 但是这边关大将一旦造反, 这些和他亲如兄弟的人,很可能就会背后一刀把他捅死。 第三点,边关大将手上有兵,但也只有兵。 打仗从来不是只看兵力多少的, 军队的粮草,军饷不及都在朝廷手上。 军队之中的将官,他们的家属亲人也都不在边疆, 而且他们都接受的忠军爱国的宣传教育。 更有甚者,边关大将的形象也会被刻意抹黑, 弄出一副贪得无厌,鱼肉百姓的恶毒形象, 好像他们除了会打战,就一无是处。 若是这样的人造反当了皇帝,就是天下的灾难。 说简单一些就是,这些边关大将都是些不得民心的人, 若是他们造反,天下百姓都会站在他们的队里面。 在这样的多重限制下,边关大将即便是手握雄兵, 只怕也确实不会造反。